全是奇才 本杰明 迪斯雷利生活中的主要兴趣是作为比康斯菲尔德 比康斯菲尔德 勋爵的事业生涯 此人的出名原因有二 第一是 他的神佑天分 现代人通俗地称之为好运气 在其他各个时代则称为 获得幸运女神青睐 第二 除非说成是与幸运女神的关系密切 令人惊现 否则便无法解释 他极其无忧无虑的天真头脑和想象力 使人简直无法说 此人是位野心家 尽管他除了野心之外 从来不认真思考任何事情 他清楚地懂得 感到自己失去社会地位会是多么愚蠢 而用穿着不同服装 梳理奇异法式 言语措辞风格奇特来表明 他是一个犹太人 这对于他自己和别人会是多么兴奋 对于实现他的野心是多么有用 他比其他犹太知识分子都更热情地 无耻地关心如何进入社会的最上层 犹太知识分子中间 唯有他一人发现了如何保持好运气的秘密 创造建民阶级的天然奇迹 他从一开始起就懂得 为了不断向上爬 就绝不应该低头 他玩弄政治游戏 就像演员在剧院演戏一样 角色扮演得如此出色 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 他的一生事业传记 读起来就像童话一样 他在其中扮演的是王子 将浪漫故事中的蓝色花朵 及英国帝国的欢乐 献给他的公主 及英国女王 英国的殖民主义事业 造就一处日不落的仙境 他的都市是神秘的亚洲德里 是王子想和他的公主 避离多物的 缺乏失忆的伦敦 而要去的地方 这听起来好像很愚蠢 很幼稚 但是比康斯菲尔德公爵夫人 写给丈夫的信中说 你知道你是为了钱而和我结婚的 而我也知道 如果你再结一次婚 你就会为爱情而结婚 在违反一切常规的幸福面前 人会沉默 这一个人开始时 将灵魂出卖给魔鬼 但是魔鬼不要他的灵魂 而诸神却给了他这块土地上的全部幸福 迪斯雷利生于一个完全童话了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位开明绅士 他使儿子受洗 因为他想让儿子拥有普通俗人的机会 他和犹太社会很少联系 而且不懂犹太宗教和风俗 从一开始起 犹太只是一个血缘事实 他可以对他任意修饰 用实际知识来清除障碍 结果 他看待这一事实的方式 就像一个异教徒一样 他比其他犹太人更清楚地懂得 作为一个犹太人 他可以像残疾人一样 获得许多机会 他不同于他那单纯而谦恭的父亲 他想要变成一个普通人 变成一个高于一切同时代人的人 他开始训练自己棕黑色的眼睛 直至有力的前额 当然不是基督徒的前额 与众不同 他清楚地知道 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他与单纯俗人之间的分野 取决于强调他那幸运的奇特性 strangeness 这一切都显示出对社会极其规律的独特理解 有意思的是 正是迪斯雷利所说的在众人之中是最crime 在少数人之中只不过是ofs 或许可以说是对19世纪发生的社会逐渐渐堕落到暴民和黑社会道德深渊的每一种原则的最深刻见解 既然他知道这条规律 那么他也知道 犹太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社交圈子里有更好的机会 即使社交圈子是排外性的 会歧视他们 这些由少数人组成的圈子和群众一样 认为犹太特性极罪 这种罪随时可能转变为引入注目的恶 迪斯雷利所展示的异俗情调 陌生事物 神秘现象 巫术魔法 及来自神秘源头的权力 都准确地对准了社会中的这一特性 他对社会游戏的鉴别能力 使他选择了保守党的conservative party 在议会中赢得了一个席位 得到了首相职位 最后还有重要的收获 社会的长久钦佩和一位女王的友情 他的成功原因之一是 真诚地投入政治游戏 他给不怀偏见的同时代人留下的印象 使他的行为奇怪地混合着 绝对真诚和绝对坦率 这只有靠真正的天真才能达到 这部分是因为他生自一个 排除犹太民族一切具体影响的环境 然而迪斯雷利的良知 也归因于他生为一个英国人 英国不只有犹太群众 也没有贫困的犹太人 在犹太人于中世纪遭驱逐之后的几百年里 一直接纳着他们 18世纪从葡萄牙到英国定居的犹太人 都是富人和受过教育者 直到19世纪末 俄国造成了现代犹太人外移的计划 贫困的犹太人才进入伦敦 随之产生了犹太群众 与他们的富裕同胞之间的差别 在迪斯雷利的时代 欧洲大陆式的犹太人问题尚不存在 因为只有受国家欢迎的犹太人才住在英国 换言之 英国特立的犹太人并不像在欧洲大陆的犹太兄弟们那样 意识到自己的例外地位 当迪斯雷利嘲笑人的天然平等问题是 有害的现代教条时 他是在有意追随伯克的偏好英国人的权力 而非人权 但忽略了实际情势 及少数人的特权 以取代所有人的权力 他对犹太民族中的实际状况如此无知 过于相信犹太人种对现代社群的影响 以致坦率地要求犹太人接受北欧与西欧种族给予的一切荣誉和恩惠 这在文明和高阶的国家里 应该是那些受到公众赞赏和增进他们好感的人的命运 由于英国犹太人的政治影响是围绕着罗斯西尔德家族在英国的分支而产生的 他为罗斯西尔德家族协助击败了拿破仑而感到非常自豪 但是并不明白自己为何不能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公开闪说自己的政治观点 作为一名受欲喜的犹太人 他当然不会是任何犹太社群的正式代言人 但是他的确是在他的事迹里 他那种犹太入之中唯一一个努力尽自己的所知来从政治上代表犹太人的人 迪斯雷利从未否定过他的 基本事实是他是一个犹太人 以他对犹太人的无知 他所发现的一切犹太事物都能得到他的赞美 一切新近童话的犹太人的特点 就是对这些事物产生一种无知与自豪感混杂的感情 迪斯雷利和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他对犹太人的历史和现状所知更少 因此凡是别人在恐惧和傲慢支配下犹豫之无的话 他都敢公开说出来 迪斯雷利靠一个正常人的政治灵感来衡量犹太民族的各种可能性 这种能力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他几乎自动地制造了一整套关于犹太人的影响和犹太人组织的理论 我们通常在更可恶的反犹主义形式的理论中才会发现这些论点 首先他确实认为自己是上帝特选种族中的特选人 The chosen man of the chosen race 他自己的事业生涯就是名正 各既无名声又无财富的犹太人 只靠几名犹太银行家的帮助就取得了英国天下第一人的地位 从议会里的普通议员上升到首相 在那些长期以来认为他是骗子 将他当见民看待的人中赢得了真正的名声 政治上的成功从未使他满足 被伦敦社会承认要比征服下议院更困难 也更重要 被选为格列利翁 Grill Iron 聚餐会俱乐部成员 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一个精选的小团 他惯常造就两党政治家中地位上升的明星 但凡遭到社会反对的人都被严格的排除在外 比当女王陛下的大臣更重要 女王的真诚友谊 更是这些甜蜜的胜利之中令人兴奋的 出人意外的高峰 因为如果说英国的君主政体 是在一个严格控制的立宪民族国家里 丧失他的大部分政治特权的话 那么他赢回和保持的是在英国社会里 无可争议的优先权 在评估迪斯雷利的巨大胜利程度时 应该记住罗伯特赛希尔 Robert Cecil 殉爵 迪斯雷利在保守党内的著名同僚 依依在1850年前后仍能发起特别严厉的攻击 指出他只是说出了每一个人在私下里议论 而在公开场合不便说出的关于迪斯雷利的话 迪斯雷利的最大胜利是 人们最终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只说是他高兴的奉承话 正是维利仕途和鼓吹特权的政策 才使迪斯雷利获得生来是一个犹太人的真正独一无二的名誉的上升 迪斯雷利的幸运部分在于 他总是适应时代 而使无数位写他传记的作者 对他的理解比对其他大多数伟大人物的理解更全面 他是野心的生动化身 显示出一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强力激情 似乎不应消失或改变 卡莱尔,托姆斯卡莱尔,根据19世纪关于英雄的理想来诠释整个世界历史 当他拒绝从迪斯雷利手里接受称号时,他明显的错了 按照卡莱尔的标准,该时代无人可称为英雄 除了迪斯雷利,按照卡莱尔的概念,一切具体的成就都称不上伟大 所有的人都不能确切地符合19世纪晚期关于尘世天才的要求 只有迪斯雷利这个骗子认真扮演角色 表演出伟大人物的伟大部分 带着真正的天真,令人无法抗拒地展现一响天开的花样 八面玲珑的取悦能力 政治家们却爱上这个骗子 他将沉闷的事物变成东方色彩的梦想 当整个社会从迪斯雷利的精明手腕中感受到邪恶魔法的气派时 这位权势奇才Potent Wizard实际上已赢得了那个时代的人心 迪斯雷利要使自己有别于其他人的野心 渴望进入贵族社会 这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典型思想 他加入保守党 追随那种永远以辉格党 WIFS为敌人 以激进派为盟友的政策之原因 既非政治理由 也非经济动机 而是实现其社会野心的动力 中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里 都不曾以足够的自尊 使其知识阶级与其社会地位协调 因此贵族阶级得以在已失去一切政治意义的时候 能继续决定一个社会慰藉 痛苦的德国小市民 发现他的内在人格 In a personality 在和世袭特权的骄傲绝望的挣扎 其起因是贵族的没落 和针对资产阶级的金钱 而保护贵族头衔的必要性 模糊的血统论与严格控制婚姻 在欧洲贵族历史上还只是相当新进的现象 迪斯雷利比德国小市民们更清楚地知道 应该以什么去迎合贵族阶级的需要 资产阶级为达到社会地位而做的一切尝试 都不能表现出贵族式的骄傲 因为资产阶级依赖的是个人 缺乏阶级自负的最重要因素 以及贵族特权是凭出身 而不是凭个人的努力和功绩来获得 内在人格无法否认 他的发展需要个人经受教育和做出特殊努力 当迪斯雷利召唤起一种种族自豪 以对抗阶级的自豪时 他知道犹太人的地位无论怎么说 总是取决于出身而不是依靠成就 迪斯雷利甚至走得更远 他知道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 贵族阶级不能不看到 大批富裕的中产阶级人士出钱买贵族头衔 同时会认真的怀疑他自己的价值 所以他用相当陈旧但流行的想象去挫折他们 毫无畏惧地描述英国人如何产生于一个爆发的和混血的种族 而他自己则出身于欧洲最纯的血统 英国贵族的生活规范是阿拉伯法律和叙利亚风俗 犹太女人是天上的王后或犹太民族之花 现在仍在上帝的右手掌中 而当他最后写道 事实上现在英国已经没有一个贵族阶级 因为动物性的人的最高优点乃是一种贵族本性 它实际上触及了现代贵族种族 Aristocratic race理论的弱点 这在后来成为资产阶级与爆发户的种族观之起点 犹太民族的犹太教Judism 旨在同化了的犹太人中间 退化为一种与出生有关的简单事实 起初他直指一种具体的宗教 一个具体的民族 共有的具体记忆和具体的希望 即使在特权犹太人中也是如此 至少指的是共享具体的经济利益 犹太知识分子的世俗化的和同化 改变了自我意识和自我诠释 使就有的记忆和希望荡然无存 只剩下属于一个上帝特选民族 Chosen People的意识 迪斯雷利尽管不是唯一的不信 上帝有特选和仪器 但相信自己是被特选的特立的犹太人 但是唯有他才从关于历史使命的空洞概念中 想出了一条成熟的种族理论 他随时都会断言说 犹太原则代表了人类本性中一切精神方面 历史变迁找到了他们的主要答案 一切问题都是种族问题 这是历史的关键 无关语言和宗教 当然只有一种事物造就了种族 那便是血缘 只有一个贵族阶级 那就是天性贵族 Estocracy of Nature 它由一个低流组织的 非混合血缘的种族构成 我们无需强调 这种理论和更现代的种族意识形态 之间的密切关系 而迪斯雷利的理论发明 又一次证明这些意识形态 很能用于抗拒社会自卑感 假如种族理论最终是用于有害而直接的政治目的 那么这些理论的说服力大多在于 它让任何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一个贵族 他在出生时就已被选定 依靠的是种族资格的力量 这些新的特选民 不属于精英 精选的少数 这毕竟是贵族引为豪的地方 而是必须和人数日益增多的民众共享特选 的资格 这种情况从本质上不会损害种族理论 因为不属于特选种族的人在数量上也以同样比例在增长 然而迪斯雷利的种族理论像同化了的犹太人的具体世俗化一样 是他对社会规律的特殊深刻观察的结果 一般世俗化过程不光使犹太知识分子卷入 他在十九世纪早已失去了启蒙运动的革命性魅力和对独立的自我信赖的人性的信心 因此依然无法防止先前真正的宗教信仰转变为一种迷信 犹太知识分子也受到那些试图将民族宗教改变为宗教派别的犹太改革者的影响 为此他们不得不改变犹太教中的两种基本成分期待就是主的希望 Messie and Hope和关于上以色列人是上帝选民的信念 而且他们还从犹太教祈祷书中删去了犹太复国的幻想 以及关于在世界末日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结束种族隔离状态的虔诚预言 若无期待就是主的希望 关于上帝选民的观念就意味着永久的隔离 若无关于选民的信念即指定一个具体的民族担负其拯救世界的责任 那么期待就是主的希望就会在一般的博爱思想与普际主义中烟消云散 这变成典型的犹太人的政治热情 犹太世俗化中的最重大因素是上帝选民的概念和期待就是主的希望之间的分离 而在犹太宗教中 这两者是上帝拯救人类计划的两个方面 从期待就是主的希望中产生一种走向政治问题最后解决的倾向 目标无非是建立一个尘世乐园 从关于上帝选民的信仰中产生奇异的迷思 连不信特选说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也都相信 犹太人天生比别的种族更聪明 更好 更健康 更适于生存 是历史的动力和社会的中间 犹太知识分子热情的梦想尘世乐园 确信能够摆脱一切民族兼伴和偏见 但在事实上比父辈们更远离了政治现实 上一代人祈求救世主降临 使犹太人能重返巴勒斯坦 而在另一方面 没有任何热忱期待的童话主义者们说服了自己 认为自己是人类中间 比起父辈来 他们以尘世想象 有效地使自己和国家分离 比父辈因法律的翻离而隔开更为有效 一般坚信法律将犹太人和异教徒分开后 会在救世主降临时遭毁灭 特立犹太人过于开明而不相信上帝 并且以在各处的特殊地位为基础 迷信自己 特立犹太人的想象实际上扯断了犹太人 与人类其他民族之间 虔诚希望的有力纽带 因此 世俗化最终导致的调诡 对现代犹太人心理具有决定性作用 由此使犹太人的童话消除民族意识 将民族宗教转变为一个忏悔教派 以同样模棱两可的手法和心理鬼言 去应付国家与社会模棱两可的要求 产生出一种非常真实的犹太沙文主义 这里所指的沙文主义 是一种扭曲的民族主义 用契斯特顿的话来说 个人将自己当作崇拜对象 个人成了自己的理想 甚至成了自己的偶像 从此以后 旧的宗教观念中的特选民 不再是犹太教的本质 他变成了犹太特性的本质 这种吊诡 最生动 有力地体现在迪斯雷利身上 他是一个英国的帝国主义者 犹太人中的沙文主义者 但是 人们不难谅解一个 只玩弄想象的沙文主义者 因为毕竟英国是他想象中的以色列 也不难原谅他的英国帝国主义态度 这种态度 和一心坚决地为扩张而扩张的态度 大不一样 因为他毕竟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英国人 而且对此颇感自豪 这一切奇怪的矛盾 清楚地表明 这位权势奇才 从不认真地看待自己 一向扮演某个角色 去赢得社会 赢得名声 增加独特的魅力 这使他的言辞中注入了一种爆发护士的热情 和白日梦的成分 使他完全不同于 他那些帝国主义政策的追随者 他很幸运型的 能在曼彻斯特体制和商人们都还未有帝国之梦 甚至还在尖锐激烈地反对殖民主义冒险时 有其梦想和行动 他迷信血缘和种族 其中混杂着他那种旧式的浪漫主义民间传说 以为黄金与血缘之间可以有一种强有力的超民族联系 却不怀疑到非洲 亚洲和欧洲本土上会有可能的屠杀 开始时 他以一个并无多少天赋的作家身份出现 后来却一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 由机遇使之成为国会议员 党内领袖 首相 及英国女王的朋友 早在迪斯雷利还是一名单纯的作家 还未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 他就有了关于犹太人的政治角色的观念 所以 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思想不是实际经验的结果 而是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坚定不移的固守而成的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 《爱尔罗伊·欧瑞·1833》中 他写到过一个建立犹太帝国的计划 由犹太人作为一个严格隔离的阶级来统治 小说显示了当时 关于犹太人可能掌权的流行幻想 以及年轻的作者 对他那个时代实际权力状况的无知 过了十一年 在国会里的政治经验 以及和著名人物的交往 教迪斯雷利懂得 无论犹太人以往的目标是什么 在他那个时代 他们的目标 大多不与任何形式的民族政治发生关系 在小说《康宁斯比·康宁斯拜》中 他放弃了关于犹太帝国的梦想 但是展示了一种意想天开的计划 说犹太人的金钱 主宰着各个王朝的扶尘 在外交上统治一切 在他的一生中 他从未放弃第二种想法 即上帝特选种族的特选民 具有秘密的和神秘的影响 这一想法取代了他早先 关于建立一个公开的神秘统治阶级的梦想 这成了他的政治哲学的中心 他新现犹太银行家 因为他们向政府放债赚取佣金 他以一种外人的不理解目光来看待整个事情 以为对权力毫无野心的人可以日复一日的操作这种权力可能性 他无法了解的是 一个犹太银行家会比他的非犹太同行对政治兴趣更少 他理所当然的认为 犹太人的财富是犹太政治的唯一手段 关于犹太银行家们在商业事务中功能良好的组织 及其国际情报信息交流 他了解的越多 就越相信他在对付一个秘密社会 他在人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 已将全世界的命运抓在手中 众所周知 关于犹太秘密社会中 共有一个阴谋 Jewish Conspiracy的说法 对反有主义宣传 无疑是最有用的材料 甚至还有流传全欧洲的传统迷信说法 犹太人用魔法杀人 投毒下井 最有意思的是 迪斯雷利处于完全相反的目的 并在谁也不会认真想到秘密社会的时候 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这清楚地表明 此类编造的谎言 在何种程度上 起因于社会动机和愿味 而能够比起码的事实 更阵阵有词地解释各种事件与政治经济活动 在迪斯雷利的眼中 就像在他之后的许多不如他出名的爆发户们的眼中一样 全部政治游戏都是在秘密社会之间玩弄的 不光是犹太人 其他每一个团体也都一样 他们的影响不是从政治角度产生的 他们也不和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对立 凡属此类者都被迪斯雷利看作是幕后力量 1863年 他认为自己目击了秘密社会和欧洲百万富翁们之间的一场斗争 罗斯希尔德家族至今仍是赢家 而秘密社会宣称服从人的天性和取消财产 直至1870年 他仍然很认真地谈论隐而不见的力量 而且真诚地相信秘密社会及其国际能力 罗马教会及其主张和方法 科学与信仰之间的永恒冲突有效地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迪斯雷利那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 使他和犹太人中一切这样的秘密力量建立了联系 最初的耶稣会会士 Jesuits是犹太人 引起西欧警觉的那场神秘的俄罗斯外交 是由犹太人组织和以犹太人主导的一场强有力的革命 此刻正在德国酝酿 将在事实上成为第二次和更伟大的改革 完全是在犹太人的主持下开展的 在每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的领导人中都有犹太人 上帝的信徒与无神论者合作 最善于积聚财产的人与共产党人结成同盟 上帝特选的种族与欧洲的下层社会携手 而这一切都因为他们希望摧毁那么不知感恩的基督教 他的名称他的暴政都使他们无法继续容忍 在迪斯雷利的想象中 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犹太人的世界 在此幻想中 甚至可以遇见最坦率的希特勒的宣传技巧 宣称犹太资本家与犹太社会主义者之间秘密联盟 不可否认 整个计划尽管都是想象和幻想 却有他自己的逻辑 如果谁像迪斯雷利一样 假设犹太百万富翁 是犹太政治的缔造者 如果当真以为犹太人几百年来受侮辱 这却有其事 但是犹太辩护士们的宣传刻意夸张 则更显愚蠢 如果见到犹太百万富翁之子 成为工人运动领袖 这情形很常见 而又根据经验知道 犹太家庭纽带是如何紧密 那么迪斯雷利所谓犹太人 对基督教各民族的精心报复的说法 就不会太牵强 当然 事实上犹太百万富翁的儿子倾向于左翼运动 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银行家父亲 从未和工人发生过公开的冲突 因此 银行家们完全缺乏任何一个普通资产阶级 家庭的儿子理所当然的具有的那种阶级意识 而在另一方面 恰恰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 工人们并不怀有其他每一个阶级 确实对犹太人显示出来的或隐或显的反犹情绪 明显的大多数国家里的左翼运动为民族同化提供了唯一真正的可能性 迪斯雷利坚持喜欢用秘密社会的说法来解释政治 所根据的经验后来使许多欧洲一般知识分子信服 他的基本经验是 要在英国社会占有一个地位 比在国会里赢得一个席位还困难得多 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分成时髦的俱乐部 他们是没有政党之分的 这些俱乐部虽然对于形成政治精英是十分重要的 却避开了公共控制 外人必然觉得他们十分神秘 说他们秘密是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加入 只有当其他阶级的成员要求加入 或者被拒绝 或者经过无数次意想不到的 明显不合情理的困难之后才被接纳时 才变得很神秘 任何政治荣誉都不能代替与特权者密切联系能获得的胜利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迪斯雷利的野心 即使在晚年遇到过几次严重的挫折 也并未导致他政治上的失败 因为他仍然是伦敦社会最威风的人物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迪斯雷利天真的确信秘密社会的至高无上重要性 他是进入那些新的会社阶层的先驱者 他生于社会的范围之外 从来不能恰当的理解其规则 他们发现 自己身处在社会与政治的界限经常混淆的环境中 尽管表面看来情况很混乱 获胜的总是狭隘的阶级利益 局外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只有目标明确而又有意识的建立的一种制度 才能获得如此显着的结果 事实上 社会游戏从整体上只需要一种坚定的政治意志 以便将一种介于有意与无意之间的利游戏和实质上毫无目标的运作转变为某种特定的政策 在法国的德雷夫斯事件期间 在德国的希特勒掌权之前十年间所发生的情形大致如此 然而 迪斯雷利不仅是英国社会的局外人 也是犹太社会的局外人 他几乎不懂得他所佩服置身的那些犹太银行家的心理 如果他了解到这些特例的犹太人尽管被排斥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外 他们从未真正考虑进入这个社会 却共同遵奉一种政治原则 认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是保护财产和利润 那么他一定会对他们感到失望 迪斯雷利所看到的 并且印象很深刻的 只是一个没有外在政治组织的团体 他的成员仍然由似乎无限的家族和商业纽带连接着 每当他必须和他们交往 并且发现一切都得到证实的时候 他的想象力就活跃起来 例如当亨利奥本海 Henry Oppenheim提供的消息 他知道埃及的土耳其总督 基于出售苏伊士运河的股份 使英国政府取得运河的股份 而这场买卖又通过利奥纳尔 罗斯希尔德 Lion Rothschild 贷款400万英镑来完成 总而言之 迪斯雷利的种族信念与关于秘密社会的理论 都产生于一种 想解释某种看来很神秘的事物的愿望 但实际上是一种幻想 他无法从特立犹太人的想象中 看清政治现实 但是他能够而且确实做到了 将幻想变成群众的恐惧 使沉闷的社会 从一个十分危险的童话中得到了娱乐 以一种种族狂热者的坚持 迪斯雷利不屑那些现代新型的民族感情原则 他仇视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政治平等 并且害怕犹太人在这种条件下的生存 他幻想 种族可以从社会和政治角度逃避平等化 由于他对当时贵族的了解远远超过 他一向对犹太民族的了解 所以毫不奇怪 他只根据贵族阶级的等级概念来铸造种族概念 这些关于社会上无特权者的概念 无疑可能是太过分了 但是假如这些概念不遇到真正的政治需要 可用来适应各种政治目的 例如在争夺非洲的过程中 一那么在欧洲政治中就会显得毫无意义 资产阶级社会愿意相信这些概念 这就使迪斯雷利成为十九世纪 唯一一个获得了真正名声的犹太人 而说到底 使他获得天大好运的倾向 最终竟引起他那个民族的巨大灾难 这并不是他的过错